台北市西門町有一家知名的肉粽店 十五號遭到一名混血男子闖入 他疑似吸毒過量產生幻覺大吼大叫 警方到場男子仍然不聽勸 就在過程當中身上掉出了四品的安非他命 隨即遭警方以毒品罪將延送辦 根據了解這名混血男子二十七歲 他沒有毒品前科 並不願意透露毒品從哪裡來 警方持續追查毒品上游 換血男子跑進肉粽店裡大叫 還不停揮舞雙手 突如其來的行為 讓民眾和店員都嚇壞了 紛紛避開 就怕男子情緒激動傷人 遠近趕緊將他壓制在地 並進行保護管束 原本以為他喝醉酒鬧事 沒想到竟然是吸毒過量產生幻覺 而且走在好幾分鐘前 他就在旁邊的巷子裡大聲嚷嚷 這名混血男子已經不是第一次 因為吸毒過量大吵大鬧 附近店家都對他不陌生 沒想到十五號下午 他又闖入西門町這家知名肉粽店 就怕他可能傷人 店家好擔心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四罐液態 安非他命 並隨即將人以毒品罪送辦 據了解 混血男子是台灣籍的 沒有毒品前科 不肯透露毒品哪裡來 警方將持續溯源 毒品上游 記者 我杓人 我殺小肉粽店 前野